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毛衣的使用周期也越来越短 随着市场上各种花色品种的毛 棉 丝和化鲜线增多 针织毛衫已成为男女老少较普通的服装 由过去的以取暖为主的冬用产品发展到四季穿着的时装 而且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如丝制的夏装 T恤衫 吊带装 陆旗装 春秋季的薄料装 裙套装 以及冬季各种款式的毛衣 外套等 由于市场的需求 编织机尤其是家用横积迅速发展 并不到国内的很多乡镇企业家庭之中 使不少农民朋友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本篇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家用针织横积的基本操作技术 针织横积的机型及适用的纱线 机器编织速度快 效率高 省时省力 而且花形平整 线圈均匀 有很好的内在质量与外观效果 所适用的编织线 从全毛 混仿 到晴伦 棉线 种类繁多 下面我们向大家介绍几种家用横积及其适用的纱线 市场中常见的家用横积机型 一般是按照一英寸及2.54厘米内含有几根支针来分类 一英寸内含有的针越多 适用的编织线就越细 反支就越粗 以下介绍六种常见的机型 这是一款机型为四针的横积 一英寸内含有四根编织纸 是用较粗的编织线 如市场上常见的275、280、288等型号的棒针线 这是一款七针横积 一英寸内含有七根编织纸 是用215、216、219等型号的中粗线 这款九针横积较为常用 一英寸内有九根编织纸 是用两颗砂支的232号线 三颗砂支或四颗砂支的248号线 12针横积更为常用 一英寸内有12根编织纸 是用一颗砂支的232号线 两颗砂支的248号线及羊绒细线 14针横积是用较细的编织线 常用两颗砂支的蛋白丝 一颗砂支的232号线及纯天丝等砂线 16针横积是用极细的编织线 一般只用于编织夏季服装 常用一颗砂支的248、256、258型号的编织线 机器的初步了解 要掌握横积的基本操作 对于初学者来说 首先要对机器各部位有所了解 下面我们介绍家用针织横积的主要部件及其功能 杀架部件 杀架部件主要由穿线孔、挑线黄和加线器组成 穿线孔一共有三个 从第一个穿线孔到最后一个穿线孔组成所有杀架部件 这里是调线黄 这里是调线黄 也叫引线弹黄 它的作用是使毛线在编织时具有弹性 加线器也叫调线螺母 是用来控制过线的松紧 调节章力 机架部件 机架部件主要由机架、前后针板、前后方杠和错板手柄等组成 机架是用来支撑横积使其固定 错板手柄用来控制前后针板左右移动 针板又可分为书状尺、标尺、针槽和针 针则由针头、针舌、针杆、针肝、针种四部分组成 机架部件 机架部件由正面和背面组成 背面由起针三角、密度三角、人字三角、中心三角、三角针种轨道、起针三角开关和前后毛刷 机架部件是用来调节密度的 前后密度盘分别控制前后机架部左右两边的密度三角 当密度盘指向某一刻度时 左右两个三角密度相同 调节密度时刻度盘上的数字变大 左右密度三角旋钮则向下 织物的密度就越小 线圈结构越松 反织则密度越大 线圈结构越紧 编织时可根据需要适当调整 此四个轮子为偏心轴承 其松紧程度直接影响机头在滑道上滑动是否顺畅 编织前 用扳手和螺丝刀调节其松紧 使机头在滑道上能够顺畅滑动 缩箱部件 缩箱部件主要由缩箱转换器 大小沙嘴架 穿线孔和沙嘴组成 编织机的使用 在对机器有了初步了解之后 我们就需要掌握如何使用编织机 穿线 穿线是横积编织基本操作中的第一步 首先将线穿入第一个穿线孔 再进入第二个穿线孔 经过加线器 挑线黄 再穿过第三个穿线孔 挑线黄的头部弯成菱形 菱形圈应对准线架的穿线孔 将线拉下 通过引线头 穿过线嘴 进入前后砧板尺口系中 编织时 毛线要顺直 送线要流畅 否则将直接影响织物的效果 为止编织时出线流畅 绕好的线团 应放在沙架的正下方 排列工作帧 工作帧的排列在横积编织的基本操作中十分重要 机头应先停在机架的右边 用排帧尺将所需的工作帧推上来 以前板标尺的零点为中心 左右推出对称的帧数 拖动机头 将帧排齐 拖落下来 再握住穿线板 拉出钢丝 使一片脱离穿线板 编织机的清理和保养 机器的清理和保养十分重要 不加清理保养的机器会抖动发色 不挂线 直接影响编织 机器使用时 每天都要对机器进行清理、注油 横积必须置于干燥和通风的地方 每天使用前 必须清理各部位的绒花 检查运行情况 停机一天以上 要用油布擦拭砧板 特别要注意 砧板不要生锈 以免影响正常工作 各油孔以及需要润滑部件 要定期加注润滑油 或加用缝纫机油 下面我们按部位介绍清理方法 砂架部件 清洁砂架部位时 用毛刷轻轻地把飞绒清理干净 缩箱部件、机头部件及机架部件的清理 先用水平 先用沸沙 将上面的油污擦干净 在沸沙 在沸沙片上 滴少量的家用缝纫机油 轻轻轻擦拭砧板和缩箱各部件 及机头三角针种轨道 然后注油 常用织物组织的密度调试 在横积编织中 密度的调试是极为重要的环节 下面我们介绍几种常用织物组织的密度调试 注意 以下调节密度时 给出占书状池几分之几的基本位置 只是调节密度时的参考 而密度的准确性 要根据实际编织时 所需要的松紧和沙线的质地来决定 单面织物的密度调试 首先根据织物大小 将所需工作针推出 这里我们暂时推出左右共100针 滑动机头将针排齐 针的顶部位于书状尺的下三分之一处 这样织出的衣物密度较松 穿着轻便 打开密度三角开关 调节刻度盘 因为单面织物密度较小 可将竖直调到5 拖动机头排针 观察针的位置是否符合要求 如没有达到要求 则需改变竖直 重新调节密度 带针的顶部达到书状尺 约下三分之一处即可开始工作 编之前的准备 编之前首先要选择适宜的线 必须将线经过打线器 绕成塔形或柱形 绕线时要过蜡 使纱线尽量滑顺 以利于编织 如使用绞纱 则先要将线撑平 以保证打线时出线顺畅 将纱线套在风车上 注意要使缴纱平顺 不要打卷 以免工作时缴线或断线 将纱线套好后 找到位于纱线上面的接头 将线拉至顺平 引入夹线器 过蜡 再经过倒纱钩 将纱线缠绕在纱管上 缓缓放下纱管 即可开机 如在打线的过程中 出现断线的情况 则需要用 机织毛衣的具体操作过程 测量尺寸 在成衣制作前 先要用卷尺 按照穿着者的体型 测量各部位的尺寸 这样织出的衣服 才能核心得体 编织毛衫首先要测量胸围 注意测量时要选在胸部最丰满处 在实际测量尺寸 在实际测量尺寸基础上放出1.5四寸 测量身长要从肩部一直量到腰部以下 也可根据需要适当调整 尺寸 肩宽是从左边的肩胛骨到右边的肩胛骨 一般以实际测量为准 织长是指手臂自然下垂 从肩胛骨向下量至腕部 也可根据需要适当调整 织肥一般是在被测者上臂实际测量的基础上 加放1.5四寸 腕围是在实际测量的基础上 加放1.5四寸 头尾以被测者头部最宽部位为基础 以实际测得的尺寸为主 如要编织毛裤或裙子 则要测量臀尾 要以臀部最封 毛衣的缝合 所有的织片都编织完成后 还需要将它们一一固定在相应的位置上 这就需要对织片各部位进行缝合 将编织线穿过缝合机各穿线口挂好 注意挂线不能太紧 以防缝合时出现断线的情况 然后开始缝合的第一步 套口 首先 毛衣的后处理 为了使织好的毛衫更加清洁柔软 还需要对它进行必要的后期处理 先要称出所要处理毛衫的重量 织好的毛衫重量为220克 将竖直记录下来 以便以纹纹路要横平竖直左右对称 秀长秀肥正好 胸围正好 姬心领和肩鞋要左右对称 运烫结束后 带齐自然冷却湿气散尽 毛衫经过这道工序 立刻给人以整洁舒展 焕然一新的感觉 可适当在毛衫上做些装饰 观察一下效果 这样一件精美的毛衫就完成了 一件款式新颖色彩鲜艳的毛衣 不仅仅是一件地域风寒的服装 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 所以编织是美的创作 更好的掌握和运用编织技法 随心所欲地织出自己喜爱的款式 让编织毛衣成为致富职业的同时 也成为一种艺术与创作的享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